一名36岁的男教师昨天傍晚6点在Foxhurst 811号特殊公立学校内的洗手间 被发现昏迷当场证实死亡 警方在死者旁边也发现装有可疑白色粉末的胶带以及针筒 初步相信他是吸毒过量而死 至于具体死因就有待解剖鉴定 由于警方人在联络死者家属所以未有公开死者身份 纽约市教育局之后确定在发现尸体时 校内所有学生都已经放学离开 纽约市教育局长法瑞娜发声明表示 对事件感到愕然并向过身教师的家人致哀 会派员到学校向尸身提供心理辅导协助他们过度难关 暗中被告现年32岁 在Marin Park的222号公立小学任职校工 这个星期二她被指称一名46岁女教师 独自留在班级期间用她的下体压向女教师的臀部 事后该名女教师向校方控诉 而警方则在昨日下午采取拘捕行动 纽约市教育局发声明表示 被告目前已经被停薪停职 在罪名未被洗脱前都会禁止被告进行纽约市所有的学校范围 有报道指该名校工过去曾非理多名女教师 最少还有另外四名受害者 他们都未有直接向校长反应问题 只向被告的上司投诉 事后也不了了之 警方暂时拒绝证实是否有更多的受害人 有家长今日得稀事件后感到震惊 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校内发生非理事件 案件发生于星期三下午5点15分 一名12岁女童当时单独在Harry Hudson Parkway 于246街一带行走 突然一辆黑色私家车靠近 车上的陌生男司机多次邀请女童上车 但女童没有理会 并走到附近的一个消防局寻求协助 几名消防员之后在路上发现该架可疑车辆 并尝试合力将司机拉出车外 但被司机开车甩走 逃走时不小心撞向一辆校巴 并铲上行人路 当时校巴有8名学童 但无人受伤 由于有消防员及时抄下可疑车辆的车牌 所以警方也及时跟踪到28岁的疑犯 并于疑犯位于威切斯特郡的居所将他拘捕 控以拐带儿童危害公众健康 擅自离开案发现场等罪 DMX昨日认罪满税 承认在2002年至05年间 将170万元的收入交由经理人 一名前妻以及一名前女友贷收 再向他们提取现金以隐瞒收入 他昨日在庭上表示 未有尽公民责任交税 并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法官将案压后至明年3月29日判刑 最高可判入狱5年假释3年 以及罚款10万元 另外DMX因为吸毒问题 目前正在马省的戒毒所戒毒 他昨日出庭迟到了20分钟 其代表律师解释 是因为由马省返回纽约时 交通堵塞所制 强调当事人已经借除毒瘾改过自身 马省立医院在今年头三季 已经亏时1400万元 院方表示 由于医疗成本上涨 但政府补助减少 令医院陷入财困 因此决定在年底前 裁减3%人手 遣散大约200名员工 院方有感恩节至今 已经陆续告知当中的117人 全部是工会会员 至于剩下的80多人 院方表示 都是非工会员工 会在这个月继续宣布裁员名单 昨天有过百名员工 在医院外集会示威 抗议院方无视员工生计 以及不惜降低医疗素质 也要削减人手 心送的一众家长中 包括CNN主播Brown 他们的代表律师指出 宪法赋予学生 享有优质教育的权利 但在纽约州 终身教习的制度下 校方不能以教育素质差 作为开除教师的原因 便想容许劣质教育存在 等同违法 不过代表纽约州政府 市政府和工会一方的律师 就强调终身教习制度 同时可以保护好教师 担心制度一旦被打破 会影响教育工作 在人力市场的吸引力 令好教师流失 严重影响教育素质 这次听审的四名法官 昨日听取与送双方 臣词后 将会决定是否批准案件开审 加州2014年也曾经出现同类诉讼 当时初级法院一度裁定 终身教习违宪 一度令全国变天 但上诉法两年后 推翻原审裁决 并不准新诉人继续上诉 事件才告一段落